哈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虎斑猫和黑猫 喂,我说,这个桃子是我先看到的 虎斑猫这么一说,黑猫不乐意了 说什么呢,我可是在大老远的地方就看见它了 你说什么呢,你想打架吗 你想让我用大尖牙狠狠地咬你一口吗 虎斑猫咬牙切齿地说 哟,就你那一口蛀牙,得了吧 当心我用爪子刺拉一下,就把你那个脑哭了 黑猫也张牙无爪地叫了起来 我可是大名鼎鼎的虎斑猫咪咪 一说到猫就会想到咪咪吧,所以我是猫中之王 哼,那有什么了不起 我可是皮毛闪亮的黑猫布鲁斯 多时髦,多好听的名字 哼哼哼 咪咪不服气地说 那有什么了不起 瞧,我的胡须又长又挺,多帅 说完 咪咪还得意地摸了摸自己的胡须 布鲁斯卡壳了 歪着脑袋想了想 那有什么了不起 瞧,我的尾巴又长又好看 咕噜噜 布鲁斯得意地摇起了尾巴 这下轮到咪咪卡壳了 歪着脑袋想了想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那喵喵的叫声简直太难听了 咪咪一边笑,一边喵喵地叫了一声 布鲁斯急了 哥,哥,可是咪咪你,你怕老鼠吧 咪咪是一只猫 嘿嘿咪咪是个胆小鬼 害怕老鼠 我说的没有错吧 咪咪也着急了 你是比我更胆小的胆小鬼 你连小鱼都害怕对吧 我说的没错吧 还从来没听说过 不敢抓鱼的猫呢 这下轮到咪咪得意地笑了 没,没有的事 那好啊 咱们现在就去抓鱼 你有本事抓几条给我看看呀 去,去就去,哼 这下咪咪和布鲁斯朝河边走去 当他们到了河边 咪咪笑嘻嘻地问 布鲁斯,你抓到几条啦 布鲁斯叹了口气 没抓到几条 我说你不敢抓鱼吧 呵呵,看看我 我都厉害 咪咪神气活现地说完 又抓到了一条鱼 布鲁斯想了想 我说咪咪 咱们现在就去爬树吧 猫都会爬树 不管多高的树 都能轻松地爬上去 我说的没错吧 去爬树呀 去就去,谁怕谁 他俩朝着一棵高高的大树走去 这棵树真的很高 喂,咪咪 快点爬到我这儿来呀 布鲁斯坐在树顶上 笑嘻嘻地喊了起来 我,我,我怕高 我怕高 咪咪一边哆嗦 一边嘀咕着 哼哼,咪咪 你害怕了吧 我就知道 咪咪想了想说 对了,布鲁斯 咱们比赛 看神仙跑到那边的大树下怎么样 说比赛就比赛 预备,跑 咪咪和布鲁斯 一会儿你抄我的 一会儿我抄你的 眼看着就要跑到了 几里咕噜 咪咪被一块大石头绊倒了 布鲁斯嗖地一下 朝过咪咪跑到了前面 可是刚跑出去没几步 他忽然转过身 又朝咪咪跑了回来 然后背起咪咪跑了起来 使劲跑啊跑啊 我说 我们得快点去医院看看 这一下都不知道你伤成什么样了 快点 布鲁斯用尽全力往前跑 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了这一幕 两只小鼠 为了一只桃子 吵了起来 我说 这个桃子是我先看到的 你你你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在老远的地方就看见它了 你 你说什么呢 你想打架吗 你想让我的大牙狠狠地咬你一口吗 哼哼 就你那蛛牙 担心我用爪子刺了一下 把你挠哭 咪咪和布鲁斯 你看我 我看你 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咪咪说 对不起 布鲁斯 布鲁斯说 对不起 咪咪 接着 咪咪用温柔的声音说 布鲁斯 我喜欢你 布鲁斯也说 咪咪 我也喜欢你 清爽的风 从他们俩身边轻轻地吹过 好了 小朋友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 有点